沙美老街的摩洛哥市风格是自由行游客到金门必游的景点之一 街道上不乏有游客驻足欣赏 但在老街末端的花样年华古装服饰店却格外的吸引游客目光 店里挂着各式各样的旗袍、汉服、图饰等等提供游客租用体验 搭配老街古仆造景还有摩洛哥市的风格为金门游留下美好的记忆 四位台湾游客走进店里就好像是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眼睛未知已亮 因为眼前满满的古装汉服各种时期的男女古装旗袍是应有尽有 随后由老板娘的主导之下试穿起汉服化身成古代人 很特别 因为我这个人是看到什么服装都想去尝试一下 对 那特别想穿什么样 我特别想要穿太监或者是龙袍 对他想要穿旗袍 他想穿女神 我们喜欢男扮女装女扮男装 所以平常有在Cosplay吗 没有 平常没有 我们的汉服有分不同的朝代 各个朝代都有 那客人在玩的时候我也会帮他介绍 然后有些客人就会觉得说 哇来金门可以玩到这种 就是而且还可以了解一些文化 真的很棒 沙美老街老屋的颓废 经过宫所整理之后 摇身已变成完美打卡景点 也吸引年轻男女前往 在留下美好回忆的同时 注用古装汉服 前往摩洛哥市风格的墙面 还有中西市的老街拍照 气质跟氛围瞬间的加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因为在其他地方其实有很少有这种 就是古装可以出租的一个经验 然后在这个就是沙美老街这边 其实也很好拍 拍起来也很漂亮 然后老板他也很热心 而且老板很会拍 很会指导 一开始就是路过 然后想说就是有 既然有这个特别的地 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体验的活动 所以就想说就是来试穿看看 然后想要换上就是唐代的那个汉服 就是体验这样子 试穿过后就觉得 老板娘在装法上面还很细心 就是他就是都帮你整理的 非常的漂亮这样 这间由金门新著名陈美 所开设的古装汉服店 最早是开在民俗文化村 后来辗转来到沙美老街 起初是为了女儿 没想到后来反而是自己做出兴趣 不但花钱自装 还特地到台湾学习装法 为的就是要让来自各地的旅人 在金门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 比如说我曾经接过那种像癌症 癌末的客人 然后他们就过了 他们也很想要做一个留恋 然后就感觉他们就 家人之间很珍惜彼此的样子 就很窩心 然后还有一过老兵 然后要找那个他之前的出现情人 这种东西也一部分是兴趣在做 所以也没有赚到很多钱 但是就是我也觉得说慢慢做 目前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难做 因为有一点知名度了 然后大家也会慕名而来 打造一个有一个古风的那种感觉 让客人更有那种古风的感觉 那我们叫做古风体验馆 就是说让他有一个这样的 圣灵其境的感受 万事起头难 经营过程中沉寐一度想放弃 但庆幸的是他坚持下来 如今店的招牌已经小有知名度 虽然没有办法靠这个赚大钱 但看着穿着旗袍汉服打扮的观光客 穿梭在老街上 随着手机相机咔嚓咔嚓的 留下永恒的青春岁月 这一刻就值得了